第191章 苍州州主 女帝派人去袭击我老巢了 龙母身体一震 哆哆嗦嗦地说道 前辈 我们的宝贝 真的被您的儿子和女儿搬空了 还有些宝贝 在太上二长老的须迷界中 也在您手上 真没有隐藏的宝贝了 没有宝贝 你能骗我儿子和女儿 可骗不了我 楚风铃声冷哼一声 地面席卷而出 那恐怖的威压让 所有人都难以动弹 下一刻她身体凭空消失 轰隆 紧接着一声巨响传来 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楚风铃声又再次出现在了姐弟二人面前 将一枚须迷剑递给了楚星 道 这是那个废物五弟的须迷剑 这周俯藏起来的宝贝 也被我装在里面了 里面的地面已经被我抹除 你们随时可以查看 哇 爹爹好厉害 谢谢爹爹 楚星欢喜地 将须迷剑接了过来 看了看 又递给了楚晨 比起宝物 他还是更喜欢吃烤肉 弟弟比他更喜欢宝物一些 楚风铃声一脸认真地说道 以后遇到这种事 一定要好好搜索一下 隐藏起来的宝贝 才是最珍贵的 知道了 爹爹 我们记住了 楚星和楚晨重重点头 两双圆溜溜的大眼睛 里满是对爹爹的崇拜 隐藏的宝贝也要搬空 众人闻言 进阶无语 感情这爹爹 比那两个熊孩子还要离谱 那两个熊孩子 好歹还只是搬空人 加摆在明面上的宝贝 这个爹爹倒好 连人家隐藏的宝贝 都给搬空了 真的是一点渣都不给人家留下 有如此凶店 难怪能交出这某两个熊孩子 这爹爹小时候 怕是比儿女更熊 不 龙母脸色大变 急声道 钱 钱呗 其他宝物 你可以带走 但那枚令牌 能不能留下 令牌 楚风铃身眼中露出一丝疑惑 地面探入虚迷界一扫 下一刻 一枚令牌出现在手中 令牌很普通 一面刻了一个 鼓 字 一面刻了一个 下 字 这是什么 他眉头微皱 并不认识这令牌 若非本着不给敌人留下一件东西的原则 他都不会要这看起来很普通的令牌 他不认识这令牌 龙母心中一喜 编了个理由说道 这是我娘家的身份令牌 我娘家被仇家索灭 只剩下这枚令牌 这令牌对钱贝并无任何用处 对我来说 却比地气还要珍贵 还请钱贝高抬贵手 将这令牌还给我 哦 身份令牌 楚风凌申不置可否 将令牌重新收进须弥箭 笑眯眯地说道 就算只是一枚身份令牌 我也看得上 这龙母能成为周主夫人 娘家势力又岂会简单 又岂会纳摩轻易被灭 这娘们一看就在说谎 你 龙母大怒 嗯 楚风凌申身上气息一冷 淡淡地说道 虽然我不想在你身上浪费能量 但你若再惹我 我不介意耗费一些能量 杀了你 这女人身上 说不定有强大武帝留下的保命手段 不耗费一些能量 可能还真不一定能杀死她 龙母顿时尽若寒蝉 一句话也不敢多说 轰隆 这时 苍山魔谷又传来巨响 楚臣催促道 爹爹 我们快去抢宝贝吧 再晚就被人抢走了 好 楚风凌申点点头 带着姐弟二人和双头小猪瞬间消失 不 龙母发出歇斯底里的怒吼 双眼血红 壮弱疯狂 那没令牌自然不是什么身份令牌 而是下屏古神秘境令牌 时间一到 令牌就会自动幻化成 可以通往低级古神秘境的传送通道 每一个传送通道 可以容纳最多三人进入 古神秘境分位下屏 中屏 上品和极品四的等级 下屏古神秘境三千年开启一次 只允许五帝及以下的修士进入 是五帝突破到五神的契机 但古神秘境令牌是自动随机出现的 无论是下界还是神界 都有可能出现 能不能找到古神秘境令牌全凭运气 周府这枚令牌 是他生下龙少羽那天 凭空出现在他屋里的 可以说是气韵极佳了 周主将其藏在密室中 并不下禁止 除了他们夫妻二人 无人知晓这令牌的存在 根据上次令牌传递的信息来看 距离这下屏古神秘境开启 最多还有一两年的时间 眼看周主成就五神 称把九州的日子就要到了 万万没想到 就因为龙少羽骗回来两个熊孩子 现在周府没了 所有的宝贝没了 连古神秘境令牌都被抢了 这让他杀了龙少羽的心都有了 夫君 你们何时回来啊 龙母心中悲愤地想到 若是周主和太上大长老敢回来 或许还能从那杀神手中抢回令牌 甚至抢回所有的宝贝 与此同时 中州帝都 劳烦通报女帝陛下 七州主前来参拜守护神 望女帝陛下准雨 苍州主等七大州主 各自带住一两名武帝 齐聚于皇宫大门外 声势浩大 守护皇宫的四位武帝立于宫门内 冷声道 抱歉 女帝陛下正在随守护神修炼 暂未出关 有任何事 等女帝陛下出关再说 若是等不及 便先回去 几乎每天 同样的情况都会重负上演 一般这个时候 七州主就会离去 但这一次 他们并未离开 态度非常强硬 女帝陛下是在闭关 还是在故意躲避 守护神莫非真的已经飞升了 苍州州主沉声贺问 皇宫五帝纷纷皱眉 冷声质问 诸位想造反 他们心里也很紧张 这里可是聚集了二十来位五帝啊 整个九州五帝一大半都在这里 若是真打起来 他们这四个五帝可挡不住啊 七州主相视一眼 暗暗点头 决定强闯了 经过这摩多天的试探 他们已经基本确定 守护神不在帝都 周主 周主 就在这时 一名修士急匆匆地跑来 在苍州耳边低声道 周主 有五帝袭击周府 周府被毁 所有宝物被搬空 公子重伤 太上二长老被杀 夫人传来消息 请周主速回周府支援 什么 苍州周主神色大变 莫非女帝故意拖着他们 暗中派人去袭击他们的老巢了 好一个女帝 好得很 到时候我小看你了 苍州周主 咬牙切齿地看向皇宫内 身上散发着冰冷的气势 恨不得立即杀进皇宫 将那女帝碎尸万段 可若真是那女帝所谓 恐怕早就在皇宫内设下了天罗地网 就等着他们 一头钻进去呢 苍州周主 再次恶狠狠地看了眼 女帝秦宫的方向 向其他周主抱拳道 诸位 抱歉 我得先回苍州一趟 说完 他也不管其他周主如何回应 转身向传送阵所在 破空而去 苍州府太上大长老 也紧随其后 第192章 龙与柔 是谁在暗中帮我 老七的周府 被人灭了 小女帝派人做的 她何来的底气 莫非女帝得到了其他四大圣地支持 其他六周周主和众武帝自然也听到了那修士所说的话 不禁暗中传音议论起来 九周十大圣地 在武神即将飞升之际 自然也开始蠢蠢欲动起来 七周有四大圣地支持 皇室有两大圣的支持 还有四大圣的保持中立 原本七周的实力加起来 肯定是要远超皇室的 女帝不太可能敢派人去袭击他们的老巢 能让女帝有如此底气 和他们硬刚 恐怕多半是得到了 那四大中立圣地的支持 只是 如此重要的情报 事先他们为何一点消息都没有 先回去看看吧 免得我们的老巢也被人偷袭了 有周主提议 好 众人齐声附和 随后众人纷纷破空 眨眼间 消失得无影无踪 皇宫的四名五弟 满脸错愕 回头看了眼女帝请公 心中暗暗敬佩 不愧是陛下 原来早就想好了对策 将七周周 嘱托在皇宫 暗中派人袭击他们的老巢 抢夺他们的宝贝 这招实在是妙啊 关键是 他们虽然能猜到 是陛下做的 却没有证据 也不敢发作呀 先别瞎猜了 派人去通知陛下 七周周主走了 四名五弟摇摇头 转身离去 走了 请宫中 得到消息的龙宇柔 也是一脸猛逼 他可没有派人去 袭击他们的老巢 到底是谁 竟然敢去袭击 苍州州府 不过 不管是谁 都算是奸 街帮自己捡了危机 若是可以的话 得派人去拉拢一下 想到这 他开口道 来人 派人去苍州调查一下 看看是何人袭击了苍州州府 许以重宝 务必将其邀请来帝都 诺 暗中有人回应 但并未见人 而此时 苍州苍山魔谷外 楚风铃声望了眼 正在攻击法阵结界的两名五弟 将楚心和楚臣放下 叮嘱道 我时间不多了 这上古守护法阵的结界防御很降 待会儿 我会和另外两名五弟 一同攻击法阵结界 之后 我会拦住那两名五弟 你们偷溜进去抢宝 抢完就跑 知道了 爹爹 楚心和楚臣 齐齐点头 楚风铃声看了两人一眼 破空而去 两位道友 我来助你们一臂之力 随后便响起了 惊天动地的轰击声 走 顺着地道摸过去 楚心和楚臣 找到之前挖掘的地道 回到了那法阵结界前 一前一后坐下 一边喝着寿奶 一边等待结界破碎 地面上 轰隆之声不断传出 即三大五弟之力 一时半会儿 也莫能将这法阵结界攻破 可见其威力何等不凡 闲来无事 楚臣拿出太上二长老的须弥剑 将里面的宝物 一件件取出查看 圣器足有十几件 圣品天才地宝也有十来件 其他的都是圣品以下的 也算不上多好的宝物 那块下品古神秘境令牌 看上去也莫啥特别的 姐弟二人 只是看了一眼便收了起来 都是些废品啊 他们居然还当成宝贝藏起来 楚臣一边看 一边小声嘟囔 楚心也点了点头 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里 也充满了鄙视 不过 这三颗果子倒是可以尝一下 这些人村 莲子什么的 可以用来煮汤 楚臣请客间便定下了那些 圣品天才地宝的用处 一旁的双头火龙溪 有些无语的翻了翻白眼 那可是圣品天才地宝 多少势力 多少修饰梦寐以求的 到了这两个小恶魔手里 就只能用来煮汤 姐姐 先尝尝果子 楚臣给了楚心一颗果子 随后看向双头火龙溪 问道 小猪 你吃不 赢 双头小猪连连点头 他认得这果子 乃是圣品诸果 蕴含火系法则之力 是火系修饰的至宝 吃了这圣品诸果 自然能让他的火系法则 更进一步 吃吧 楚臣倒也不吝啬 将圣品诸果 扔给了双头火龙溪 在他眼里 这圣品诸果也 不过是一颗水果罢了 味道还不错 楚心一边啃着诸果 一边赞叹地点着小脑袋 就是有点烧嘴 楚臣吃了一口 那诸果在口中 竟是化作一团火焰燃烧 一般人还真受不了 赢 双头火龙溪发出一声痛苦的龙吟 身上燃烧起炙热的火焰 吃个果子 有必要这么大反应吗 楚心和楚臣 齐齐转头看向他 眼中满是鄙视和不解 吃个果子 说的好像吃的 只是一个随处可见的水果似的 这可是圣品诸果呀 双头火龙溪心中满是无语 同时又有些后悔 不该如此鲁莽 他终究还是低估了 这圣品诸果所蕴含的火焰法则之力 好在他现在是七阶巅峰妖兽 这种痛苦倒也没持续多久 很快便将圣品诸果的能量炼化 他的火焰法则之力又精进了许多 他抬头看向神色如常的楚心和楚臣 心中暗自感叹 真是无法想象 这两个小恶魔是如何做到那般云淡风轻的 这些宝贝也没啥用啊 楚臣吃完果子 望着那些兵器法宝 语气中满是失望 也不是没用 等我们回去之后可以送给村里的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 楚心开口说道 那倒也是 楚臣点了点头 赢 双头火龙溪发出低声龙吟 楚臣转头看向他 疑惑的问道 小猪 你想要 赢 双头火龙溪连连点头 两颗猪头分别看向一把圣刀和一笔圣剑 他拥有刀 剑 雷 火四系法则之力 楚臣手中这些圣器中刚好有圣刀和圣剑 既然对楚心和楚臣没用 他便想要给自己祭练两笔圣器 也能集大地提升自己的实力 妖兽也是可以祭练法宝的 只不过一般的妖兽没有机会 毕竟没有人类修饰会员亦给妖兽炼制法宝 而妖兽自己又不会炼制 只有那些御妖师 才会给自己的御兽打造法宝 要这个 楚臣顺着双头火龙溪的目光看去 拿起圣刀和圣剑问道 赢 双头火龙溪连连点头 两双狭长的猪眼中充满期待 那就送给你了 楚臣肉呼呼的小手一挥 两剑圣器便扔了过来 双头小猪两张猪嘴一张 分别将圣刀和圣剑吞下 缓缓炼化 碰 就在这时 结界之上终于出现了一丝丝裂痕 片刻后轰然破碎 结界碎了 开袜 楚心和楚臣欢呼一声 翻身而起 收好奶瓶 拿出挖宝橱 撅着小屁股 快速挥舞住小手 飞快地挖土 双头小猪也暂停计人生气 挥动着两只小钱找跑土 第193章 熊孩子怕老鼠 无惧法则火焰的魔鼠 结界终于碎了 攻击法阵结界的众人 齐齐松了口气 不知道里面到底是何宝物 片刻后 众人眼中又露出了期待 集合了三大五帝 三十余五圣 废了这磨大劲 才将这法阵结界攻破 里面的宝物肯定不简单 地面居然探查不到里面的情况 好浓郁的魔器 一名身材消瘦的红发红衣女五帝 微微皱起了眉头 刚才他用地面探查了一下魔鼓 发现只能探查到大量的魔器存在 而这些魔器竟然能影响他的地面 导致他无法穿透这些魔器 去探查魔鼓内的情形 两位 我等身为五帝 若是为了一件宝物大打出手 岂不让小辈们看了笑话 不如让小辈们进去争夺 我三人在外等候 如何 这时 另外一名身材高大的白发五帝提议道 我同意 红发红衣女五帝文言 点了点头 随后二人齐齐看向了楚风铃声 白发五帝问道 道友以为如何 此时众修士分为三大阵营 白发五帝和红衣女五帝身后 各有十几名五圣 只有楚风铃声孤身一人 楚风铃声有些无语 这不是故意针对自己摸 看这两个家伙的架势 只要自己不同意 就必定会联手对付自己 而自己若是同意 便无人去和他们挥下那些 五圣争夺宝贝 端蒂是打得一手好算盘 殊不知 这也正中他的下怀 他本就只是想要拦住这两大五帝 至于那些五圣不是那个两个小家伙的对手 这两大五帝不动手 他不用继续耗费太多能量 反倒还能多待一会儿 不过 这两个家伙 想算计自己 可不能这么便宜了他们 想到这 他笑着说道 两位道友这 不是摆明了 不想让我去抢夺宝贝吗 白发五帝和红衣女五帝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身上的气势也在缓缓凝聚 他们来自量大圣地 自然不允许一个外来者来抢夺宝贝 楚风凌申却并不慌乱 淡淡地说道 让我放弃争夺这宝贝 也不是不可以 你们总得拿点东西来换吧 白发五帝和红衣女五帝相视一眼后 红衣女五帝问道 道友想要什么 楚风凌申笑道 圣妾 圣极福传 圣品天才地宝什么的 一样来点 白发五帝皱眉道 就这些 这些东西对于普通修士来说的却算得上是宝贝 但对于五帝来说几乎毫无用处 楚风凌申看了他一眼 淡淡地说道 要地气 或者地级宝物的话 你们也不一定有 就算有也不会交出来 我又何必多此疑问 白发五帝和红衣女五帝皆语色 理事着磨个脸 可他们总觉得有些不太对劲 楚风凌申又道 还有 给我一张九州地图 九州地图 你要那东西做什么 红衣女五帝疑惑地问道 拿来看着玩 不行吗 楚风凌申淡淡地说道 看着玩 鬼才信 不过这九州地图也不是什么宝物 给他倒也无妨 白发五帝和红衣女五帝案中传信交流了片刻后 都答应了 各自拿出两件圣器 两张圣级福传 圣级镇实 两件圣品天才地宝 红衣女五帝多拿了一份九州地图 之前在苍州州府传来的动静 他们也感应到了 那是两大五帝在战斗 整个苍州的五帝 算上苍州州府那个刚突破的太上二长老 只有五个 苍州州主和太上大长老去了中州 如今只剩下他们两人和太上二长老 之前的战斗 肯定是这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五帝和州府太上二长老在厮杀 只不过 他们忙着攻击法阵结界 并没有贸然去用地面查探 并不知道战斗的具体情况 但如今这陌生五帝到了苍山魔谷 那州府的太上二长老怕是吃了大亏 否则也不至于不敢出现 此人能击败太上二长老 说明其实力很不错 若真打起来 他们也要费很大一番功夫 得不偿失 此时 他们还不知道太上二长老已经被杀 不然 恐怕就不会如此淡定了 楚风铃伸手一挥 将这些宝贝 全部收了起来 虽然这些东西对他没时莫用 甚至对两个孩子都莫多大用 但总的捞点好处 反倒是那张九州地图 他认真地看了起来 两个孩子说要去中州 如今 他是末时间去让那女人重新开启船送阵了 只能另外找一条前往中州的路 距离苍州最近的是雷州 穿过苍雷州海 抵达雷州 可以从雷州坐船送阵前往中州 楚风铃伸看了看 很快便为两个孩子制定好了路线 只不过他并不知道两个孩子和雷州添交之间的恩怨 此去雷州怕是不会太平 白发五弟和红衣女五弟见楚风铃伸一直盯着九州地图看 虽然疑惑 但并未多问 挥了挥手 吼 魔骨内 兽后阵阵 充满了暴力气息 白发五弟道 这魔骨内并非普通药兽 而是被魔器侵蚀的魔物 无理智 更凶残是杀 而等悟必要小心 是 众人齐声回应 去吧 白发五弟和红衣女五弟齐齐挥手 挥下的众五圣纷纷破空而去 进入了魔骨 与此同时 魔骨地底核心魔窟 扑吃 一把小锄头从墙壁探出 挖下了最后一块泥土 随后处心那颗沾满泥土的小脑袋 从地洞里攥了出来 四周看了看 发现这是一个很大的地窟 地窟最中间 又一口打开一条缝的黑色棺材 黑棺裂缝处 不断向外飘出黑色魔器 弥漫整个地窟 黑棺周围 铺满了一层又一层的黑色巨鼠 每一只巨鼠 都有牛犊子那般大 身上散发着暴力的气息 处心用雪白的小手捂住双眼 小脑袋缩了回去后才松开 低声道 弟弟 外面好多恶心的大老鼠 你去把他们灭了 我不想看到他们 楚心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老鼠 倒也不能说是怕 只是看到老鼠 就感到恶心 好嘞 让我来 楚臣拍着小胸脯保证道 随后抱着双头火龙溪从地洞里飞出 这也太多了吧 即便楚臣不怕老鼠 可看着那扑了一层又一层的大老鼠 也不禁有些头皮发麻 他将怀里的双头火龙溪扔了出去 奶生奶气地说道 小猪 把他们都给我烧了 赢 双头火龙溪发出一声龙吟 恐怖的火焰席卷而去 滋滋 火焰的能量惊动了沉睡的老鼠群 睁开了一双双血红的小眼睛 凶狠地向楚臣和双头火龙溪扑来 阴冷的黑色魔气随着老鼠群而动 所过之处火焰竟是被那阴冷的魔气扑灭 赢 双头火龙溪愣了一下 蕴含法则之力的火焰就这魔熄灭了 这黑色魔气这魔厉害 第194章 神文一出 魔气退散 小猪 你在干什么 楚臣见那密密麻麻的巨大魔鼠已经凌空扑来 而双头火龙溪却在那发呆 不禁乃声呵问 赢 双头火龙溪回过神来 发出一声龙吟 火海再起 焚烧而去 虽然这一次的火海比上一次更加强大 但在那阴冷的魔气面前依旧是顷刻间熄灭 根本无法对魔鼠群造成任何的伤害 眼见魔鼠群已燃到了境前 一片嘈杂的滋滋声中 张开了血盆大口 露出了不同于正常老鼠的尖锐獠牙 琵琶 双头火龙溪那条长长的龙尾 携带着黑色的寂灭雷霆横扫而来 将一大片魔鼠扫飞出去 砸落在魔鼠群中 溅起一片电弧 可即便是寂灭雷霆 竟也无法穿透那些魔鼠身上的黑色魔气 对它们造成任何实质性的伤害 不过 龙尾却是结结实实地扫在了那些魔鼠的身上 但这些魔鼠皮操肉厚 这点力道对它们来说并不能造成太大的伤害 在地上晃了晃晕乎乎的尖脑袋 又滋滋乱叫着冲了上来 赢 堂堂七接颠风妖兽 接连几次攻击都无法对这些魔鼠造成伤害 这让双头火龙溪很是生气 两颗猪头上的龙脚绽放出强大的刀翼和剑翼 漫天刀器和剑器凭空凝聚 向魔鼠群破空斩去 阴冷的魔气能熄灭法则火焰 却熄灭不了这些蕴含法则之力的刀器和剑器 轰隆之声作响 成片的魔鼠被劈飞 可很快又再次爬起来 疯狂地冲击而来 那些强大的刀器和剑器 全都被魔鼠身上萦绕的那层黑色魔器挡住 没有对它们造成太大的伤害 小猪 你也太弱了 每次都打不赢 让开 楚臣见状 有些鄙夷地说道 赢 双头火龙吸发出委屈的龙银 自从被这两个小恶魔绑来之后 他就没出手过几次 可每一次遇到的都是强敌 好像的却没有打赢过一次 这两个小恶魔 遇到的都是些什么变态啊 这些魔鼠 明明个体实力也就四五阶左右 可身上那些魔器 连自己这个七阶巅峰妖兽的攻击 都能轻松抵挡 简直离谱 而且 这密密麻麻的魔鼠 树枝不尽 继续战斗下去 自己怕是会成为第一个 活活累死的七阶巅峰妖兽 这些是魔器 比营魔刀圣的魔器 要更加令人讨厌 楚臣小声嘀咕 手中出现了一柄 完全由神闻之力凝聚而成的巨刀 猛然一挥 璀璨的神闻刀器破空斩出 吐痴 神闻刀器所过之处 魔器退散 魔鼠的身体 皆被拦腰斩断 魔血倾洒 腐蚀地面 银 双头火龙溪发出低浅的龙银 两双狭长的猪眼 呆滞地看着那些被斩断的魔鼠 心中充满震撼 这些能轻易挡住 自己全力攻击的魔鼠 在这小恶魔的刀器之下 竟如此不堪一击 难道我和小恶魔的差距 竟是如此深不见底吗 此此 原本疯狂扑击的魔鼠群 忽然间全都停了下来 那双血红暴力的小眼睛 死死地盯着楚臣的神闻巨刀 竟然露出一丝恐惧 他们不是对同伴 被杀而感到恐惧 而是对那流动着神闻气息的 神闻巨刀 感到本能的恐惧 就好像遇到了天敌一般 嗯 这魔弱 楚臣有些疑惑地 看了眼双头火龙兮 之前见这家伙 拼尽全力 也没能杀死一只魔鼠 还以为这些魔鼠有多强呢 没想到自己只是轻轻一挥 便秒杀了一片 是我太厉害 还是双头火龙兮太弱 双头火龙兮忍不住翻起了白眼 自尊心遭受了极大的打击 楚臣摇摇头 再次挥动神闻巨刀 接连斩出神闻刀器 成片成片的魔鼠如雨般坠落 姿姿 原本疯狂的魔鼠群 这一刻 确实是不敢上前 在接连被斩杀众多魔鼠之后 竟是乱叫着向四周逃离 顺着这些魔鼠群逃离的方向 楚臣才发现在这魔窟四周 有着无数条通道 爹爹说 老鼠打洞很厉害 果然是比我和姐姐厉害一些 楚臣望着那些地洞 发出由衷的赞叹 小声嘀咕道 要是能抓一些大老鼠 以后专门给我们挖洞就好了 可是姐姐不喜欢老鼠 还是算了吧 密密麻麻的魔鼠群 很快便消失了一前二几 小猪 把那些老鼠尸体烧了 楚臣转头看向一旁呆滞的双头火龙溪 开口说道 赢 双头火龙溪发出一声龙吟 随后一片火海生腾而起 将那些魔鼠尸体包裹 随着魔鼠被杀死 它们身上营绕的魔器也被神文刀器劈散 没有了魔器的保护 这些魔鼠尸体自然无法挡住法则火焰的灼烧 顷刻间便化为灰烬 待魔鼠尸体被烧光后 楚臣才转头看向自己挖出来的地洞 喊道 姐姐 大老鼠都跑光了 你出来吧 楚心伸出那颗沾满泥土的小脑袋 四下看了看 现没有大老鼠后 才放心地飞了出来 拍着小胸脯 心有余悸地说道 终于跑了 那么多大老鼠堆在一起 每一个还那么大 真是太恶心了 这世上怎么会有这抹恶心的妖兽 像这种恶心的妖兽 就不应该存在 赢 双头火龙锡连连点着两个猪头 表示赞同 一群四五阶的中阶妖兽 竟然让自己这个七阶巅峰的高阶妖兽 丢进了脸面 就该全部杀光 姐姐 大老鼠都跑了 我们该去看看 宝贝了 楚臣提醒道 对对对 先抢宝贝 楚心连点头 身体一晃 出现在了那口黑色棺材前 细细打量 楚臣有些疑惑地问道 姐姐 这怎么看起来像是口葬人的棺材啊 不是像 就是 楚心回应了一句后 小声嘀咕道 那些大老鼠肯定是被这黑色魔器所影响 这里面肯定有了不得的宝贝 楚臣胡一道 姐姐 里面不会葬了人吧 正准备打开棺盖的楚心文言顿时停止 想了想 收回手 将两只雪白的小手握在胸前作衣 小嘴里还在不断念叨着 棺材里的不管是爷爷奶奶 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 还是弟弟妹妹 爹爹说过 不能让宝物蒙尘 宝贝跟着你们葬在这棺材里 实在是太浪费了 我帮你带出去 让大家都认识认识 物怪 物怪 说完 他又鞠了一躬 这才用力推动棺盖 第195章 熊孩子被天魔吞了 咦 推不动 楚心用力推了推 那棺盖却纹丝不动 双头火龙溪的两双狭长的猪眼中 也都露出了一丝惊讶 这小恶魔的力量 何其恐怖 竟然无法推动这棺盖 姐姐 我来帮你 楚城上前 和楚心一起用力 可任由姐弟二人 长红了脸 依旧无法让那棺盖动摇分毫 这也太沉了吧 楚心眨了眨大眼睛 小声嘀咕 这还是第一次遇到 以他们的神力 都无法推动的东西 他越发觉得 这魔官是个了不得的宝贝 双头火龙溪那两双狭长的猪眼 直接瞪圆了 他可是领教过这两个小恶魔的纯肉身力量 比起凶兽还可怕 没想到 这两个小恶魔联手 竟然都无法推动那棺盖 这也太离谱了吧 不过 看着两个小恶魔吃扁 他心中有众莫名的爽感 从被两个小恶魔绑来到现在 还是第一次见到两个小恶魔真正义意上吃扁 哼哧哼哧 双头火龙溪兴奋之下 发出了奇怪的叫声 楚心转头看来 奶兄奶兄的威胁道 小猪 你是在笑我们吗 在笑我把你头砍下来让弟弟考了 双头火龙溪文言 顿时闭上了猪嘴 再也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楚晨想到那些魔术逃跑前的恐惧眼神 有些不太确定地说道 姐姐 要不用神闻之力试试 或许有用 好 楚心点了点头 随后 姐弟二人再次将手放在棺盖上 神闻之力在手上流动 用力一推 轰隆 魔官突然剧烈震动 伴随着一声巨响 关盖飞了出去 推开了 姐弟二人欢呼一声 嗡 随着关盖被推开 更多的魔器从魔官中喷涌而出 弥漫于魔窟之中 楚心和楚臣身上还迎绕着神闻之力 这些魔器不敢靠近 纷纷绕开 姐弟二人没有理会这些魔器 纷纷趴在棺材旁 垫着小脚丫 伸长脖子 往里面张望 这里面黑漆漆的 也看不现啊 楚臣小声嘀咕 楚心眼珠低溜溜一转 提议道 要不进去看看 赢 双头火龙溪连连摇头 全身都在抗拒 这魔器让他不安 他可不想进去 是谁打扰本座沉睡 就在这时 一道低沉的声音在棺内响起 咦 还有活人 楚臣有些惊讶 咻 下一刻 一道黑影从魔关内飞出 他的身上 萦绕着浓郁的魔气 浑身散发着暴力的气息 看不清身体 只有一双血红的眼睛 极为显眼 你是个什么东西 楚心打亮了他两眼 好奇地问道 这家伙人不像人 妖兽不像妖兽 还从来没有见过呢 本座奶上古天魔 黑影傲然说道 随后等着看这两个小娃娃的震惊和恐惧 楚臣眨巴着大眼睛 盯着那黑影看了许久 拉了拉楚心的衣角 疑惑地问道 姐姐 上古天魔是什么 楚心摇摇头 猜测道 我也不知道 可能就是跟那个银魔刀圣一样 都是修炼魔气的大坏蛋吧 银魔刀圣 这是什么鬼名号 修炼魔气的大坏蛋 那些低劣的魔气 能与我这纯正的魔力相提并论 黑影差点莫被这两个熊孩子气死 搞了半天 这两个家伙 根本不知道上古天魔的存在 真是浪费感情 咦 突然 黑影发出一声惊疑 随后破空而来 绕着楚心和楚臣转忧 最终停留在楚臣面前 泽泽称赞道 如此年幼 却有如此强悍的肉身 即便在上古时期 也是难得一见 正好适合本座夺赦 夺赦 楚臣又拉了拉楚心的衣角 低声问道 姐姐 什么是夺赦 楚心轻轻拍了楚臣的小脑袋下 没好气地说道 爹爹不是说过吗 一些大坏蛋死后为了重生 会跑到别人的身体里面去 吃掉别人的魂魄 占据别人的肉身 这就是夺赦 爹爹说过吗 我怎么不记得了 楚臣抓了抓自己的丸子头 有些疑惑的小声嘀咕 对于老爹传授的东西 除了烤肉和刀刀之外 其他的东西 他还真没记住多少 小娃娃知道的挺多呀 上古天魔 看了处心一眼 随后向楚臣扑了过去 节节怪笑道 小娃娃 乖乖成为我的肉身吧 带本座夺赦 以你之躯重修 必然能远超前世 途径众神 大坏蛋 楚心身体一晃 挡在楚臣面前 我也就只是吃吃妖兽宝物什么的 你这坏蛋 竟然想吃我弟弟的魂魄 看我不打得你魂飞魄散 说吧 他手中凝聚出一柄神闻巨剑 猛然一挥 摧灿的神闻剑气 破空斩去 这是什么力量 黑影感受到 那来自灵魂深处的颤里 血红的眼睛都剧烈收缩了一下 可剑气顷刻变质 也来不及多想 黑影停下 周身无尽的魔力涌动 化作一只魔力滔天的巨手 向那金色剑气拍去 轰隆一声巨响 魔力巨手顷刻间碎裂 神闻剑气 居是不减 斩在了黑影脸上 扑痴 一只血红的眼睛瞬间破碎 啊 黑影捂着眼睛 发出凄厉的惨叫声 那瞎眼处 有黑色魔血鼓鼓而出 这只也别要了 楚尘大喝一声 神闻刀气斩出 瞬息而至 将黑影另外一只血红的眼睛也斩碎 嗯 这下就好看多了 楚尘满意地点了点小脑袋 黑影发出更加凄厉的惨叫声 身上的气息却越发暴力 你们这两个该死的熊孩子 我要将你们全吞了 黑影疯狂怒吼 随后那浩荡的魔力 幻化出一张巨嘴 嘴里如黑洞般黑油油的 散发出恐怖的犀利 楚星和楚尘离得近 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吞了进去 赢 双头火龙溪发出急促的龙银 刀剑雷火法则之力 不断是放而出 但都被那浩荡的魔力挡下 该死的熊孩子 成为本作的肉身 是你们的荣幸 你们竟然敢斩下我的眼睛 那就成为我苏醒的养料吧 黑影疯狂大笑 气息暴力到了极点 随后她看向双头火龙溪 那双背斩碎的眼眶钟迷 曼着黑色魔力 看上去异常恐怖 你这蠢猪 虽然弱了点 但也能将就 乖乖成为我的肉身吧 双头火龙溪转身想要跑 可那黑影只是挥了挥手 便有魔力所化的锁链 将她困住 无法动弹 赢 双头火龙溪发出愤怒的龙凝声 那两个小恶魔爵 不可能这魔轻易就死了 你这魔物等死吧 第196章 楚臣 巨神池把天魔吃了 不算我杀的吧 姐姐 这是哪里 我们是不是在那个大坏蛋的肚子里 天魔腹部空间内 楚臣望着周围 蜂拥而来的阴冷魔力 疑惑地问道 应该是吧 楚心点了点头 那双圆溜溜的大眼睛里 也满是好奇 原来肚子里是这样啊 我们的肚子里也是这样吗 无尽的魔力涌来 彭扶着整片空间都随之碾压而来 要将二人镇压和炼化 这里的魔力 比那天魔式放在外面的 似乎要更加精准 楚心和楚臣身上流动着神闻 蜂拥而来的魔力 全都停在两人一丈之外 不敢靠近 却又不肯离开 姐姐 我们怎么磨出去 楚臣拿出兽奶喝了两口 问道 先试试穿梭符传 楚心一手拿着兽奶 一手取出穿梭符传扔出 在身前凝聚出一道空间之门 随后姐弟二人迈入其中 下一刻 却出现在了腹部空间另一处 看来这穿梭符传 只能在这里面穿梭 出不去呀 他看了看四周 巴基两口受奶说道 看来 只能强行把这空间劈开了 咦 楚臣突然一闪 出现在不远处 手中捡起一枚漂浮的须弥剑 惊讶道 姐姐 这里还有须弥剑 你们还有好多宝贝 只是这些宝贝 好像都被这些魔力影响了 说住 他从那须弥剑中取出一件圣器 原本应该充斥住法则之力的圣器 此刻却萦绕着浓郁的魔力 楚臣手中流动住神闻之力 涌入那圣器之中 此次 魔力遇到神闻之力 就好似水滴遇到烈火 顷刻间便化作黑烟被蒸发 问 没有了魔力的压制 那圣器之上涌出些许精纯的法则之力 这圣器达到了极品 按理说法则之力会非常浓郁 可此刻却只有勉强能堪比下品圣器的法则之力 但却比下品圣器 乃至极品圣器的法则之力都要精纯得多 很显然 这极品圣器的法则之力被魔力腐蚀殆尽 但遗留下来的这点法则之力却变得无比精纯 楚心想了想说道 这应该是其他被这大坏蛋吃掉的修士遗留下来的 快找找 说不定还有其他宝贝 好 楚臣重重点头 随后 姐弟二人便在这空间中四处搜寻起来 空间内浓郁的魔力一直跟在两人后面 想要炼化他们 却又害怕他们身上的神闻之力 不敢靠近 只能远远地跟着 这里有 这里也有 姐弟二人捡宝被捡的不亦乐乎 都忘记了要离开这空间的事 等到两人踏遍空间 手中已经多了几十个须弥剑 这都是无数年来闯入此地被天魔吞噬的修士所遗留下来的 其中有一些须弥剑已经出现了破损 显然是时间太长 承受不住魔力的侵蚀 可见 还有很多更加久远的须弥剑 可能已经被完全腐蚀 连里面的宝贝也被腐蚀炼化了 该走了 直接打破这空间 楚心寄出地气斩天剑 无尽的神闻之力疯狂涌入其中 神闻剑气在斩天剑上吞吐不定 一旁的楚臣也同样寄出了地气破天刀 以神闻之力驱动 周围的魔力感受到那浓郁的神闻气息 仓皇乱窜 好似末日到来一般 不过 还不等姐弟二人发动攻击 一道身影从楚臣体内飞出 悬浮于空中 滴溜溜旋转 弟弟 你这小池子怎么出来了 楚心转头看向楚臣 疑惑地问道 楚臣摇了摇头说道 我也不知道啊 问 就在这时 巨神池猛然一阵 爆发出恐怖的吞吸力 顿时间无尽的魔力被它强行吞噬 巨神池 能吞噬一切能量转化未上古神力 这魔力也是能量的一种 自然逃不出被它吞噬的命运 只不过上次在秘境中吞噬了大量灵气后便在沉睡炼化 如今刚醒来才能再次吞噬能量 随着魔力不断被吞噬 正准备夺射双头火龙溪的天魔也感受到了不对劲 怎么回事 那两个熊孩子竟然在吞噬我的魔力 天魔心中亥然 连盲盘坐于空中 开始主动掉动魔力 去炼化体内那两个熊孩子 赢 被魔力锁链捆住的双头火龙溪 微微一愣 随后发出兴奋的龙银 哈哈 我就知道 那两个小恶魔不会轻易死去 你这该死的魔我 死定了 它在心中激动的大吼 不 它们怎么能吞噬这魔多魔力 天魔发现 无论自己调动多少魔力 都会被寝客剑吞噬 心中不禁越发恐惧 不 怎么放不出来 它想要将那两个熊孩子放出来 确精害的发现 根本做不到 该死的熊孩子 早知道就不把它们吞进去了 天魔肠子都毁清了 不 它仰天发出绝望的怒吼 身体竟也化作魔力 被吸进了巨神池中 它并无肉身 只有与魔力融为一体的灵魂 这依旧是精纯的能量 被巨神池直接吞噬了 吞噬完天魔后 巨神池再次化作一道光芒 没入了楚城体内 任由楚城怎么联系 都没有任何回应 魔力比灵气更加高级 这一次 巨神池会沉睡更长的时间来炼化 赢 双头火龙溪身上的魔力锁链 也已经消失不现 发出一声委屈的龙吟 向楚心和楚城 飞奔而去 像急了走丢的宠物 重新陷到主人一般 摇头摆尾 撒娇卖萌 小猪 我还以为你趁机跑了呢 楚心抱着变小后的双头小猪 笑嘻嘻地说道 赢 双头小猪绑着两颗小猪头 一副我狠讲义气 绝不会独自逃跑的表情 楚城四周看了看 拉了拉楚心的衣角 问道 姐姐 那个大坏蛋被小池子吞了 应该不算是我杀的吧 爹爹知道了 应该也不会打我屁股吧 楚心拍了拍楚城的肩膀 乃生乃气地说道 弟弟 放心吧 那个大坏蛋是被小池子吃了 跟我们又没关系 爹爹知道了 不会打你屁股的 而且 只要我们找到娘亲 带着娘亲一起回去 有娘亲护着 爹爹就算想打你屁股 他也不敢 嗯嗯 楚城连连点头 随后看向那口 依旧缓缓 向外室放着魔力的魔官 都浓道 这也是宝贝 得搬走 第197章 这棺材 也是宝贝 必须搬走 是得搬走 楚心也点了点头 将双头小猪放下 来到魔官面前转忧 这棺材 连关盖都那磨沉重 就这魔斑 肯定是搬不动的 用神文之力试试 楚心想到之前 推不动的关盖 在他们运转神文之力后 轻易就推开了 或许他们体内的神文之力 有什么他们不知道的奇效 他伸手 按在魔官之上 神文之力运转 灌入魔官之中 瓮 金色的神文之力 蔓延而出 顷刻剑 包裹住整具魔官 魔官内外关闭之上 都亮起了金色的纹路 绽放出耀眼的金光 此次 魔官内的魔力 遇到金光 就如同雪 遇到了骄阳 顷刻剑融化 随着神文之力的不断输入 金光月发强烈 魔力消散的 也越来越快 当所有魔力全部消散后 原本的黑色魔官 也变成了金色神官 这样看着 就顺眼多了 楚星看着那金光灿灿的神官 满意地点了点头 赢 双头火龙 细绕着神官转忧 两双狭长的猪眼中 也满是惊叹 现在的棺材 再没有丝毫阴冷的感觉 反而充斥住 一股神圣的气息 楚臣举起地上的棺盖 轰隆一声盖在了神官之上 金色纹路顷刻剑 蔓延而上 将关盖也洗礼了一遍 至此 原本的魔官 彻底变成了神官 而将魔官 蜕变成神官的楚星 也感觉自己和神官之间 有了某种联系 弟弟 进去 楚星招呼一声 冲喜将神官打开一个口子 直接跳了进去 好 楚臣一把抓住双头火龙溪的龙尾 也跟着跳进了神官 轰隆 在他们进入神官之后 关盖自动盖上 哇 这空间好大啊 嗯 得趣很大 进入神官后解第二人才发现 这里面的空间非常之大 比天魔的腹部空间还大 弟弟 坐稳了 我要走了 楚星招呼一声 意念一动 神官震动 整个苍山魔谷也在跟着震动 下一刻 神官破空 顷刻间消失在了魔窟之中 怎么回事 魔谷上空 红发红衣女武帝转头看向苍山魔谷的方向 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莫非是那宝贝要出事了 白发武帝脸上露出一丝激动 不过 他们都知道魔谷内有魔气萦绕 地面探查不到 也没有再多此一举 圣主 就在这时 十来名武圣破空来 身上破破烂烂 血迹斑斑 神色惶恐 圣主 好多魔鼠从魔谷深处跑了出来 死了 他们全死了 我们的攻击根本破不开他们身上的魔气 他们的魔气却能轻易俯视我们的肉身 甚至灵魂 太可怕了 这些武圣七嘴八舌 声音中带着恐惧 身体都在止不住地颤抖 作为武圣 修炼了这么多年 杀过无数妖兽 凶兽 却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诡异的魔物 那些魔鼠才四五阶啊 却屠杀了他们那魔多五圣 魔鼠所过之处 五圣尸骨无存 被吃了个金光 那场景 想想就头皮发麻 都死了 红发红衣女武帝和白发武帝脸色齐齐大变 那可是两大圣地的中间力量 这次可谓是损失惨重啊 两人正要用地面探查 便见魔鼓内沉土飞扬 一片巨大的黑影 以极快的速度席卷而来 来了 他们来了 幸存下来的武圣 进阶身体颤礼 脸上充满了恐惧 哼 红衣女武帝冷哼一声 随手一挥 凝聚出一层结界 笼罩魔鼓 防止这些魔鼠逃出去 白发武帝 转头看向楚风铃身 沉声道 道有 这些魔鼠诡异至极 我等当联手将其摧毁 一旦让其逃出去 整个苍州都将遭受灭顶之灾 楚风铃身耸了耸肩 笑道 你们让我放弃 争夺魔鼓内的宝物 现在又让我跟你们一起斩杀魔物 你不觉得可笑吗 你 白发武帝怒急 却又不知道如何反驳 楚风铃身淡淡地说道 我遵守约定 不入魔鼓 争夺宝物 继续留在这也没实魔意思 就先告辞了 这些魔物不过四五阶 自是难不倒两位道友 两位道友要夺宝 就自行解决吧 说完 他一步踏出 消失不限 从看到魔鼠暴动 他便知道 那两个小家伙 应该是得手了 他也是时候该离开了 哼 白发武帝冷哼一声 心中很是不爽 但也没有强流 如今最重要的是 灭掉这些魔鼠 抢夺魔鼓内的宝物 这些魔鼠虽然强悍 但在两大武帝面前 也掀不起什么风浪 最终被灭杀一空 再进去 两大武帝一声令下 幸存的武圣 再次进入了魔鼓 这一次 他们畅行无阻 再也没有遇到任何阻拦 片刻后 众武圣出来 回报道 圣主 我们翻遍了整个魔鼓 并未找到任何宝物 没有 两名武帝多愣了一下 随后 白发武帝是放出地念探查 发现那格绝地念的魔力 不知何时 已经完全消失了 他的地念可以畅通 武祖地扫室整座魔鼓 得确实没有发现 任何宝物的踪影 怎么会什么都没有 红衣女武帝 也用地念探查了魔鼓 眉头紧锁 此次魔鼓之行 损失了这魔多五圣 到头来连一件圣器 都莫找到 心中满事不甘 这里为石魔会有地道 白发武帝的地念 在魔鼓地下 发现了一条 不同于魔鼠 挖出来的地道 愣了一下 后目骂道 该死 被人截足先登了 肯定是他的同伙 红衣女武帝 也发现了那条地道 脸色瞬间无比难看 他之前还以为 那个神秘武帝 是担心他和白发武帝 联手 所以才答应 不进入魔鼓 争夺宝物 现在他才终于明白 那个神秘武帝 从一开始 就莫打算进去 只是想要拖住 他和白发武帝罢了 可笑他们竟然为了 让那神秘武帝 留在魔鼓外 还付出了那魔多宝物 顺着地道 追 他们跑不远 白发武帝冷声说道 随后一步迈出 破空而去 红衣女武帝 也紧随其后 两人的地念 深入地下 那纵横交错的地道 在他们的地念 下午所遁形 这是 周府 顺着地道 两大武帝 出现在了周府上空 望着那一片废墟 脸上都露出了一丝恶然 堂堂 苍州周府 竟然被人踏平了 不过 这跟他们没有关系 虽然两大圣地 和苍州周府 是联盟关系 但同时 也是竞争关系 更何况 即便是联盟者 也不能算计他们 抢夺他们的宝物 交出宝物 否则 死 两大武帝齐声怒喝 恐怖的地危席卷开来 周府所有人都吐血半跪在地 第198章 周主和太上大长老回来了 这是怎么了 才走了一个武帝 又来两个武帝 周府是干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 周府外众修士 望着那两个悬空而立 威压整个周府的武帝 都感到异常震惊 等等 那好像是两大圣地的圣主 有人看清两人的面容 不禁惊讶出声 两大圣地圣主 两大圣地和周府不是盟友吗 他们怎么会向周府发难 有人疑惑不解 你没听见吗 他们让周府交出宝物 肯定是周府的人偷了他们的宝物 有人解释 原来如此 众人恍然大悟 看向周府众人的目光中也带着一丝鄙夷 先前是周府公子欺骗那两个熊孩子 导致周府被批没 整个周府的宝物被抢 没想到这周府的人连盟友的宝物都偷 还真是不甘人事 两位圣主 这话从何说起 龙母顶着巨大的压迫力 沉生说道 龙夫人 我等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才破开沧山魔谷的结界 本想让小辈们进入魔谷历练 抢夺里面的宝物 没想到你周府的人 竟然悄悄挖地道进入魔谷 拿走了里面的宝物 本来宝物有原者得知 你们若是与我们一起攻击结界 一起进入魔谷夺宝 让你们抢去我们绝无二话 可你们悄悄偷走宝物 让我两大圣地的后辈 在魔谷白白牺牲 我等岂能不弄 见到龙母 白发五弟语气倒是软糊了些 毕竟是周主的夫人 还是要给点面子的 偷走宝物 龙母一愣 他们在周府都自顾不暇 哪有功夫去偷宝物 交出宝物 此事可作罢 否则死 红衣女五弟可就没那么客气了 毫不掩饰身上的杀气 此事定然有误会 我周府爵不曾偷过魔谷宝物 龙母解释道 那贼子地道 直通你周府 你还想狡辩 红衣女五弟冷喝一声 恐怖的地危席卷 压得周府众人 齐齐跪倒在地 口吐鲜血 即便是龙母也不例外 龙母握拳双拳 眼中露出强烈的屈辱 但她不敢表现出 任何愤怒和不满 如今 周主和太上 大长老未归 周府没有五弟坐镇 这两大圣主 可不会一直顾及她周主夫人的身份 地道 宝物 龙母似乎明白了什么 解释道 宝物 柳红旭 李天狂 你们当真欺我周府无人 她刚说了两个字 便见两道身影 凭空出现在周府上空 身上的杀气 有如实质 周主 是周主和太上 大长老回来了 周府众人见到两人 激动得泪如雨下 龙周主身材魁梧 一身蓝衣 梅雨间与龙少羽很像 但比龙少羽多了些霸气 不怒自威 太上大长老须发揭白 长相和太上二长老有些相似 但眼神比太上二长老更加锐利 身上的气势也更强 终于回来了 龙母见到两人后 身体一软 直接瘫坐在地 这段时间 她实在是承受了太多的压力 她们怎么回来了 她们不是去中州逼宫女帝了吗 红衣女五帝和白发五帝 接皱了皱眉 这两人回来的也太巧合了点 有这两人在 想要抢回宝物 可就不那么容易了 龙周主身体一晃 出现在龙母面前 将她扶起来 随后扫了眼周府 身上杀气更甚 抬头看向白发五帝和红衣女五帝 沉生道 好 好得很 趁我不在 灭我周府 重创我 抢我周府宝物 你们好得很 她得到的消息 有人灭了周府 并不知道是谁灭的 刚回来 就见到两大五帝 威压整个周府 便下意识地以为 是这两大五帝做的 白发五帝 眉头一皱 沉生道 龙周主 你们可不能血口喷染 你周府之事 我等并不知晓 此番来 只是想要追回你们周府 在魔谷偷走的宝物 偷走的宝物 龙周主 冷笑一声 说道 你们灭我周府 抢我周府宝物 居然还诬陷我周府 偷走你们的宝物 退一万步说 即便真的在魔谷中 拿走了什么宝物 那也是我周府之人 能力所得 与你们何干 龙周主 此话差异 红衣女五帝 沉生说道 只是话还未说完 便被太上大长老打断 我弟弟 是你们杀的 太上大长老语气冰冷 身上的杀气 有如实质 他们本是双胞胎 天赋都差不多 只不过 他比弟弟的机缘好一点 所以 先一步踏入五帝 在他和周主 前往中州之前 太上二长老就在闭关 本以为此次回来后 会见证弟弟突破到五帝 没想到 却先等到了弟弟的死讯 我们可没杀你弟弟 白发五帝解释道 动手 龙周主的声音 在太上大长老的脑海中响起 太上大长老转头看了他一眼 石魔话也莫说 直接抬手一掌 向白发五帝李天狂 碾牙而去 与此同时 龙周主的攻击 也出现在了红衣女五帝的头顶 四大五帝 顷刻兼战至一处 恐怖的规则之力荡漾 吓得众修士疯狂逃离 龙母张了张嘴 想要阻止这场战斗 但想了想 终究还是没有开口 他很清楚 夫君不可能这魔冲动 他这魔作 很可能是故意的 就是想要压制两大圣主 同时给周府众人出出气 龙周主和太上大长老的实力 比两大圣主要强上一点 逐渐占据了上风 欠慈 龙母知道 该自己出场了 他大声喊道 周主 快停手 这是误会 周府不是两位圣主灭的 两位圣主 我知道 是谁偷了你们的宝物 龙周主和太上大长老文言 立即抽身后退 白发五帝和红衣女五帝 也没有继续攻击 只是心中都有些不爽 同时又有些震惊于龙周主 和太上大长老的实力 龙母道 周主 灭我周府的 是两个大概四五岁的熊孩子 太上二长老本来已经突破到了五帝 却被那两个熊孩子的爹爹杀了 四五岁的熊孩子 我弟弟突破到五帝了 还是被杀了 龙周主和太上大长老都待住了 身上的气势越发冰冷和狂暴 第199章 两大圣主是坏蛋 那我们就搬空圣地 龙母继续道 两位圣主 这些地道 就是那两个熊孩子挖的 他们也是靠这些地道 躲避了我周府众人的视线 搬空了我周府的藏宝阁 藏宫阁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魔谷的宝物 定然是被这两个熊孩子偷走的 白发五帝和红衣女五帝一听 也瞬间明白了 那个和他们 一起攻破结界的神秘五帝 很可能就是 那两个熊孩子的爹爹 故意吸引他们的注意 好让那两个熊孩子 从地道进入魔谷 盗走宝物 他们现在在何处 红衣女五帝沉声问道 不知 龙母摇摇头 说道 但传宋阵单向关闭 我也安排了人 在进入周海的必经之路上监视 目前还未有消息传来 说明他们还在苍州 白发五帝向龙舟主抱拳道 龙舟主 抱歉 此事是我等弄错了 龙舟主摆手道 无妨 此事我等也莫弄清楚 贸然向两位圣主出手 还请两位圣主勿要见怪 我看你们就是故意的 白发五帝和红衣女五帝在心中恨恨地想到 能成为五帝的人 都不是傻子 也很快明白了龙舟主和太上大长老对自己出手的目的 但并未点破 红衣女五帝说道 现在当务之急是找到那两个该死的熊孩子和他们的爹爹 不杀他们难谢我心头之恨 他浑身散发着恐怖的杀气 显然愤怒到了极点 那两个熊孩子抢了他们的宝物不说 还误导他们来周府 导致他们和龙舟主与太上大长老打了一架 还落入了下风 相信过不了多久 整个苍舟的修士都会知道 两大圣主不敌龙舟主和太上大长老 可恶 红衣女五帝越想越气 气势也变得暴力起来 龙舟主看了他一眼 沉生说道 既然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不妨联手 苍舟有东南西北四域 我四人各自占据苍舟一域 搜索敌人 但有发现 当立即向其他三人传递信息 切勿单独对敌 好 那我们就去东狱和北狱 白发五帝和红衣女五帝点点头 破空离去 待两人离去之后 龙母才低声说道 夫君 金红也被那两个熊孩子救走了 连血池也被挖走了 龙舟主目光一宁 身上狂暴的气势席卷开来 所有人再次感受到 那恐怖的威压 跪倒在地 周府被灭 宝物被抢 就连儿子被废 他都能接受 但金红和血池 事关重大 绝不容有失 你安排人重建周府 并派人搜捕金红 老妇 你去西域 我去南域 绝不能让那两个熊孩子跑了 龙舟主沉生说道 放心 杀我弟弟 我必让其死无葬身之地 太上大长老冷声说道 随后破空而去 龙舟主刚想离开 又被龙母叫住 低声道 夫君 那没令牌 也被他们抢走了 混账 龙舟主终于忍不住怒骂出声 古神秘境令牌事关 他突破武神的契机 他甚至都想过 若是金红和血池的是暴露 他还可以躲起来 等到古神秘境开启 直接进入古神秘境 等突破武神再出来 席卷天下 没想到 连古神秘境令牌都丢了 这让他如何忍受得了 他冷哼一声 破空而去 直奔南域 同时地念全开 疯狂查探 可任由他如何探查 都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不仅是他 其他三大武帝也一样是毫无所获 那两个熊孩子和他们的爹爹 就好像是凭空消失了一般 可即便是武帝 也不可能从一个州 凭空穿梭到其他州 周海的空间非常不稳定 是无法进行穿梭的 该死的熊孩子 究竟藏在哪里 四大武帝皆在心中怒骂 太上大长老师 急于给弟弟报仇 白发武帝和红衣女武帝 是想要抢回魔谷宝物 那里有那魔强大的 上古法阵守护 又有那么多诡异的魔术 其中的宝物绝不简单 很有可能是上古神妾 而龙舟主 则是要找到金虹 抢回血池 以及古神秘境令牌 四大武帝心思各异 却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找到那两个熊孩子 而此时 他们想要找的两个熊孩子 正坐在神关里 听处风铃声唠叨 这是我找来的九州地图 你们要去中州 北线穿过周海 前往雷州 从雷州坐船送阵 楚风铃声将自己 从两大圣主那里所要来的宝贝 全部交给了楚星 并且将他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以及两大圣地所在 周府所在 还有周海的方向 都用两个小家伙 能看懂的方式标注了出来 那两个苍州圣主 也不是什么好人 他们现在肯定在到处找你们 你们就在这神关里面 不要出去 这神关很奇异 能隔绝五帝的地面 只要你们不出去 他们就找不到你们 他也没想到 两个孩子抢来的宝物 这魔厉害 连五帝的地面都能隔绝 应该是上古神器无疑 之前 他为了找到这两个小家伙 可是费了不少功夫 知道了 爹爹 楚心和楚臣齐声说道 我时间到了 记住 以后遇到五帝 就把我召唤出来 不要想出去对抗五帝 如果是很厉害的五帝 就多召唤几个出来 楚风铃声再次叮嘱道 嗯嗯 楚心和楚臣连连点头 楚风铃声摸了摸 两个小家伙的头 将两个小家伙 拥入怀中 身体却逐渐化为虚无 爹爹 姐弟二人 念念不舍地喊了一声 楚风铃声微微一笑 彻底消散 赢 双头火龙溪发出低浅龙吟 想要安慰姐弟二人 姐弟二人发了会儿 待后便收拾好心情 楚臣问道 姐姐 快看看地图 要怎么走 楚心拿着地图看了看 欣喜道 还是爹爹最好了 现在这地图 我就看得懂了吗 周海 就在我们的正前方 正前方 那我们快走吧 楚臣催促道 不急 楚心摇摇头 说道 爹爹说那两个圣主是坏蛋 既然是坏蛋 可不能这魔轻易地放过 姐姐说得对 不能这魔轻易放过 楚臣眼睛闪闪发亮 一脸期盼地说道 爹爹说神官能隔绝地念 反正他们也发现不了我们 我们就去把两大圣地的宝物 全部搬空 好 全部搬空 楚心重重点头 双头火龙 西连翻白眼 这两个小恶魔 就不能安分一天吗 那可是圣地啊 第二百章 那两个熊孩子 去洗劫两大圣地了 天上飞的是什么 一口棺材 天柳圣地 圣地首位 抬头望着天空 满脸的恶人 一口会飞的棺材 定然是法宝 而且会使用这种法宝的 一般都是魔修 可若是魔修 必然会散发阴冷的魔气 可这棺材 为何充斥着一股神圣的气息 而且 若非肉眼所见 他们的意念 根本感应不到这棺材的存在 那棺材向我们飞来了 片刻后 众手卫惊讶地发现 那神官直奔他们来 嫡妻 众手卫想要发射信号 可那神官却陡然消失了 正在他们以为 自己出现了幻觉之时 神官又凭空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轰隆一声树立在地上 神官之上流动着金色纹路 散发筑强大的威压 让所有守卫都无法动弹 连话都说不出来 咔 一声异响传来 神官官盖向上滑动了一截 露出一个散发着金光的口子 一股恐怖的犀利传出 将那些无法动弹的圣地守卫 全部吸了进去 随后 关盖再次盖上 神官破空而去 出现在了万丈高空 前辈饶命 前辈饶命 进入神官空间后 众手卫连头都不敢抬 纷纷磕头求饶 我们可不是前辈 楚臣的声音响起 听中那奶声奶气的声音 众手卫惊讶抬头 才发现站在面前的竟然是两个 看身高不足五岁 戴着龙凤面具的小孩 还有一个手臂长短 长着两颗猪头 却有龙脚 龙爪和龙尾的奇异妖兽 莫非是凡老孩童 众手卫心中更加震惊 又连忙低下头去 不断磕头求饶 前辈饶命啊 我们只是一些守卫弟子 还请前辈高抬贵手 饶我们一条狗命吧 他们可是知道一些魔修 就喜欢抓修士吞噬精血 修炼魔工 这两个前辈能返老还童 肯定也是修炼了某众魔工 而且需要依靠修士修炼 不然怎么会抓他们这些 没识魔价值的守卫弟子 楚心小眉头一皱 伸手一挥 神官空间内便出现了下方圣地的虚影 这正是神官对下方一切景象的投影 你 过来 他随手指了一个守卫弟子 用阵时隔绝声音后 问道 你们圣地的藏宝阁 藏宫阁 妖兽员 灵妖蒲 丹阁都在哪里 啊 那守卫弟子愣住了 这两位前辈 莫非是想要去抢圣地的资源 别想着说谎 我会一个一个问 你们若是有一点说的不一样 我就把你们全部杀了 楚心乃凶乃凶的威胁道 是是是 前辈 我一定知无不言 那守卫下的身体一颤 连忙指出了这基础地方 楚心又问了几名守卫弟子 得到的答案是一样的 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转身看向楚臣 问道 弟弟 你想去搬空哪里 我们只有一次机会 只能搬空一处 不然 等圣地开启守护法阵 就麻烦了 妖兽员不行 需要太多时间了 丹阁和藏宫阁的东西队我们没啥用 藏宝阁的宝物我喜欢 灵药谱的灵药可以煮汤 说到这 楚臣有些苦恼地抓了抓自己的丸子头 片刻后到 姐姐 我们还是去挖空灵药谱吧 藏宝阁的宝物 只有他一个人收藏 而灵药谱的灵药可以煮汤 这样他和姐姐都可以吃 所以他选择了灵药谱 楚心看了他一眼 想了想 到 或许可以搬空灵药谱和藏宝阁 先去灵药谱吧 说完 他看了眼下方圣地的投影 心面一动 神官向灵药谱所在轰然坠落 但再即将落地之石鹊陡然一清 没有闹出任何动静 从天降的棺材 灵药谱的守卫呆呆地看着神官有点没有反应过来 就在这时 棺盖化开 金光闪烁 恐怖地犀利绽放 将灵药谱所有的守卫 以及整个灵药谱的灵药 全部吸进了神官内 吸光之后 关盖盖上 神官破空 出现在了藏宝阁上空 直接砸下 轰隆一声巨响 藏宝阁被砸出一个窟窿 嗡 恐怖地犀利传出 藏宝阁内所有的宝物和弟子 全部被吸进了神官之中 咻咻咻 一道道身影破空而来 与此同时圣地守护法阵的结界正在快速凝聚 弟弟 该走了 楚心心念一动 将吸进神官的圣地弟子全部扔了出去 随后神官破空 在结界完全聚拢之前消失在圣地中 该死 竟然让他们跑了 速速通知圣主 圣地遭遇嫡袭 在神官消失后 十名老者悬空而立 身上接散发着强大的法则气息 正在北域搜索的柳红旭得到圣地长老门的传信 心神一阵 连忙划破虚空 返回圣地 他地念扫尸 却没有发现敌人的踪影 不禁鹤问道 怎么回事 敌人呢 圣主 敌人将我们的藏宝阁和灵药谱洗劫一空后跑了 一名长老苦涩着说道 洗劫了藏宝阁和灵药谱 柳红旭微微皱眉 脑海中浮现出周福的惨状 他不禁开口问道 可是两个熊孩子前的 另一名长老摇摇头说道 不知道 我们只看到一具棺材 圣主 我们被吸进了棺材 得却看到两个 看身高不足五岁的恶魔 有守卫弟子大声说道 柳红旭面色顿时阴沉 怒骂道 该死的熊孩子 四大五帝 在苍州四域 搜索两个熊孩子的踪影 万万没想到 那两个熊孩子 竟然还敢跑到天柳圣地来抢宝物 简直是胆大包天 等等 他们既然敢来我天柳圣地 就一定会去天狂圣地 想到这 柳红旭再次划破虚空 消失不现 同时 他犹豫再三 最终还是将消息传给了另外三大五帝 他不知道那两个熊孩子的爹爹 还在不在 仅凭自己一个人 可能很难拿下他们 什么 那两个熊孩子 洗劫了天柳圣地 向天狂圣地去了 龙舟主等人 得到消息后 也是大吃一惊 随后纷纷划破虚空 向天狂圣地赶去 可惜 还是晚了一步 等他们赶到天狂圣地 圣地的藏宝阁 和灵药谱也都被洗劫一空 任由四大五帝用地念江方圆几百万里 都扫尸几遍 都没有发现那两个熊孩子 以及那所谓的棺材影子 该死的熊孩子 我是要将你们错骨扬灰 堂堂四名五帝 竟然被两个熊孩子戏耍 这口气如何咽得下 报 启禀圣主 苍雷周海的路道有异动 似有一宝出世 这时 有天狂圣的弟子破空而来 quota 各式丝 可能是三个齐 伤双 词